最近刷抖音是不是总是看见这位大佬和很多网红拍抖音 他就是我们逗逼搞笑实力大导演徐征 我说徐导 你是不是闲得没事干呢 在动车上和网红合作拍段子 也许这是一个新的女生 原来是为了宣传她的新电影 九妈真的是够卖命的 你不如地狱这样地狱 话说徐导这两年的事业可谓是全面开花 比如说人在窘途 人在窘途之太窘 以及爆红电影院的我不是药神 都创下了不错的飘风奇迹 徐导咱们合作一下呗 就是特别火爆的那种 坑着手里的窝窝头 看着徐导的电影 它不香吗 早年他凭借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 饰演猪八戒一夜成名 后来慢慢转向了电影领域 一开始徐峥在电影中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角色 还真是演艺圈经常说的一句话 是精子总会发光的 哦不对 这好像是某位伟人说的 当年在疯狂的石头中饰演反派的冯董 在人在窘途里饰演的老板一角 搞笑逗逼无厘头 都被他发挥的是淋漓尽致 后来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电影 仍在窘途之太久 上线了各大影院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票房就突破了十亿人民币 徐导儿 十分想跟你合作 十个月的那种 不然九个亿也是可以的 之后 徐峥的事业一路是过来 稳扎稳打 大闹天竹 江湖儿女 港窘等口碑爆棚的电影 都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徐峥再一次证明了自己 迎来了属于徐峥自己的高光时刻 话说 这一次徐导的贺岁片 九妈能否再创票房的最高纪录呢 真的是让人拭目以待呀 今后会越来越好的 就他这种无厘头的逗逼眼 先为他默默的点个赞 等等 说到徐导 你们一定会想到这个人 就是傻根 王宝强 王宝强是一个实实在在草根演员 凭借自己的努力 身价也是超过了不少娱乐圈中的艺人 这时候啊 不得不提一下黄渤 作为喜剧中的三大巨头 因为他虽然其貌不扬 但是他拥有高情商 高演技 更是凭借自己独特的方式 圈奋无数 他在娱乐圈也早有了 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徐导演呢 啥时候再能出一部喜剧三巨头 巨手的喜剧电影 就这样拜拜了年累